您放心 伯母 我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了 从明天开始就天天过来看你 太好了 这个呀是我的名片 到时候你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 哦 好啊 对不起 请问 这是实惠的店吗 对啊 对啊 不过他现在不在 他送衣服去了 你到店里坐着等会儿吧 哦 好 谢谢你 随便坐啊 立音啊 我真没想到 今天这几家客人反响都特别好 是吗 是啊 你没想到 我才真的没想到 你 阿姨 该不是我走错门了吧 你总不会告诉我说 这是你公司的分场 阿姨 我真没想到您在这儿 我真正的身份 我真正的身份 就是这家裁缝副的老板 我不知道你跟国庆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们看家是阵阵当当的生意人 绝不会娶一个闻嘴胡话 做虚弄假的媳妇 这种事是绝不会容忍的 阿姨 您听我解释一下 国庆他他希望我 不要再说了 实惠 我从小看你长大 我真没想到你长大了之后 会是这样一个人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哎 你是什么人啊 跑到这儿来要五喝六的 实惠欠你什么了吗 李一 那是国庆的妈妈 那你怎么样 行了 这件事 我一定会弄清楚的 你看看你看看 这什么人啊 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跟你说了 别去帮那个潘国庆 这想好了 好心帮帮惹了一身骚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郑菁 是 文君 文君 好巧啊 干 你怎么分 你 来 看我 走 林峻 你说 我怎么会看你的笑话 你就是在看我笑话 不光你 看什么 还有你 别看别看 转过去 你们都在看我笑话 我不让你走走 我转过去 文君 你醉了啊 我没醉 我能醉吗 我醉了 文君 你醉了啊 你醉了 小花 其实 你是一个 非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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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的女人 真的 我好 很多东西 是 我 今天的